演示一下手机风暴的操作 我觉得挺好玩的 然后就给大家发给大家看看 没别的意思 给大家开开眼 我们可以看到手机呢 首先关机用胶带纸 把屏幕上的灰尘给粘掉 这个贴膜的要求 就是不能有一粒灰尘 我们知道苹果出厂正反面都是有膜的 然后把背面也小心翼翼的贴好 就不好了 就直接拍这个过程了 那你拿先就走了 好 好 那我马上来拿 大家看到贴膜的技术非常娴熟 你一看就是老司机了 然后贴好之后呢 用纸擦一下塑料膜上 刚才贴膜留下的指纹 手机这样贴膜工作就算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从柜台里拿出35元的包装盒 里面配上耳机数据线充电器 这里的35元包含了数据线充电器和耳机 价格是非常的便宜的 然后放上说明书和保修卡 国航的机器呢 还可以贴上中国特有的禁王许可证 这个禁王许可证 提供一个串号 一块钱就可以搞定了 当然盒子上也需要的 也是同样的价钱 因为这里不是造假了 所以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你又贴多大的标啊 嗯 标 16的 用盘子吧 嗯 这个没盘标好吧 国航的标 所以 有贴一个 最好的是国航的 卸辣 小标吗 小标无所谓 你刚才不是去打标吗 不用 就贴一个16G的国航的就行了 小标要不要贴 嗯 贴也行 反正这是 不用贴吗 对对对 本来当二手卖的 给他一个震撼 然后就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 封包 拿出准备好的塑料纸 然后用薄膜封口机给封上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切去四个角 这里额外说一下 还有更加专业的仪器 也是很贵的 这里展示的都是很便宜的 我们可以看到老板娘把这个 四个角小心翼翼的给切掉 然后拿出神器 然后这个叫德国大炮 然后可以 吹上手机cpu也可以用它吹的 温度可以调调的就是说区间很大 然后调了一个合适的温度 因为热胀冷缩的原理呢 塑料薄膜会自动收缩 然后一个全新的机器就此单身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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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接下来看看效果展示 太厉害了 好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